誒 過abc三個點的平面方程式 就用我們剛才那個第一小題那個方法 同學先把什麼向量找出來 先把ab向量找出來 然後再把ac向量找出來 對不對 然後這兩個向量去做什麼機 去做外機得到髮向量 還有髮向量有定點 你就可以把方程式找出來哦 來趕快寫啊 試試看哦 哎呦 平面方程式哦 哦 我等你哦 寫寫看哦 有一點難吃吧 等一下給我的答案好不好 好 你做做看 先用剛才我們那個第一題啊 的那個球平面方程式的方法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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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一面方程式會算吧 課本的基本題 那個第一題 是課本的基本題 來試試看 同學你數學真的要加油 這個國文、英文、社會都不會差太多 你現在有讀跟沒讀記都差不多 你學這考的分數都不會病動太大 但數學病動很大 那你們又不考自 所以數學要比較把握 來 這個平面方程師有沒有同學要告訴我們是多少 快點啦 趕快 平面方程師是多少 還沒有 我等一下 我等你 沒有 數學比較難啦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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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答案嗎?加俊你有答案嗎? 好,你算多少,你跟我說 X X 加Y 加Z 等於是10 喔,水啦! 喔,讚喔,讚喔,我跟妳講妳的樣子 來,這個題目放這次出來對不對 但是我跟你講喔,這個題目喔 真正要講的,來,同學問的是第二題 同學,求外星的座標 哇,外星耶,我告訴你喔 考試他除了考外星之外 同學,你知道他還可以考什麼星? 欸,你告訴我,考試他還可以考什麼星? 重星 然後還可以考什麼星? 純星,對不對 那當然這邊,我先跟同學講一件事情喔 我們現在是在空間中 我跟你講,我們現在的環境不一樣 我們不是在平面上 我們是在空間中 空間中喔,來,我告訴你 重星最好球 然後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重星 這一題答案應該要怎麼算 欸,重星的話很簡單喔 重星,同學怎麼算 把這三個點的座標相加怎麼樣? 除以3喔,所以來,寫上去 如果考試考重星 那得分就很容易喔 A加B加C除以3,對不對 不管是在平面還是空間中 做法都一樣 把三個座標相加除以3 就可以得到重星座標 我告訴你,考重星是送分題 但是如果你像這一次的那個指考 960指考書講 來,他考外星跟垂星 那我跟你說 唉唷,這個老師就壞壞喔 我跟你講 這兩個就比較不好做 請問你外星要怎麼做? 欸,外星怎麼做? 有別班的同學跟我說 老師我知道啊 外星不是中垂線嗎? 欸,中垂線喔 講得好喔 來,你看這邊 中垂線對不對 來,中垂線是吧 來,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垂直 老師同學 在空間中 來,這裡會出現一個大問題喔 什麼大問題呢? 跟平面不一樣 來,這個假設是BC好不好 來,同學我問你喔 空間中 這個 你覺得它的中垂線是怎麼樣? 是一條而已嗎? 其實中垂線有無限多條對不對? 如果你定義什麼叫中垂線的話 所以其實像有些老師啊 他會說 喔,這個東西喔 應該要求什麼? 要求垂直平分面 叫中垂面 把這個中垂面跟這個中垂面把它找出來 可是同學你知道 找這個平面方程式跟找這個平面方程式 找出來之後 你會找 要找這個平面方程式很簡單喔 比如說第一個 同學你可以先找VC的終點叫M對不對? 然後你用這個VC當作這個平面的法相量 有法相量有M點 你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平面找出來? 然後這個平面是不是也可以找出來 假設這個終點叫做N 這樣可以喔 可是你會想說 老師,那很簡單喔 這個平面知道 這個平面知道 然後我再找這個平面 三個平面去解零力 跟你保證絕對解不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同學我以前高二講過 這三個平面其中有一個平面 可以用另外兩個平面把它怎麼樣 去把它合成出來 所以變成說 只有找這個平面跟這個平面 這樣條件是不夠 但是這個題目它是個連鎖題喔 同學我給你講 他第一題告訴你 ABC的平面方程式 剛才梁家俊有算喔 S加Y加Z等個20 請問你 你的外星有沒有在這個平面上? 有 所以其實這個題目的一種做法就是 你去找這個垂直平分面 還有這個垂直平分面 還有這個平面 三個平面去解SYZ 就可以把它的外星座標解出來 這樣有聽到嗎? 但是我個人其實我也不會這樣做 我個人會怎麼做呢? 我個人喜歡一種更簡單的想法 來什麼叫更簡單的想法? 這個外星我令它叫做O 來你仔細聽喔 然後這個O的座標不知道是誰 叫做SYZ 因為複習我會講快一點 來 同學你看喔 同學我問你 這個OM向量啊 跟這個VC向量是什麼關係? 是垂直 所以這個OM向量 去DOT這個VC向量 一定會檔多少? 一定會檔多少? 來 同學我告訴你 這樣SYZ的關係就出來了 我再講一次 這個OM向量DOTVC向量是不是0? 還有這個ON向量 ON向量 去DOT哪一個向量? AC向量是不是0? 這樣子我就可以得到兩個SYZ的關係 然後再搭配剛才算出來的這個平面方程式 三個去解零力 就可以把外星的座標解出來 空間中的外星座標不好解 讓你聽到嗎? 因為你這三個條件 有一個條件會變成是無效的條件 平面上很簡單 因為平面你只有S跟Y 聽到嗎? 平面只有S跟Y 所以你兩個條件 兩個方程式 應該不是講兩個方程式 兩個關係式 就可以去解SY 可是空間中它不是SY 它是SYZ 你聽到嗎? 所以你還要搭配第三個條件 而這第三個條件 是跟這個平面有關 就這樣 了解嗎? 我們這個文組的同學 就大概跟你稍微提一下 這個外星的座標 來 我告訴你 如果你回去嘗試算一下的話 答案叫做39 3-09-08 這樣了解 我不知道 這希望他不要考這種題目 考這種題目對你們來講 這個傷害也比較大一點 但是你大概知道怎麼做 可以吧? 好啦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講複習考 就先這樣吧 Thank you